嘿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ord Adventure Live 今天要介紹的是Transformer Prime系列的Commander Colas的這個小型玩具Dreadwing 他呢在這個小型的一個 戰鬥機的形態呢 可以說是再一次的喔 Hasbro的玩具設計呢 再次讓人家感到有一點 寡目相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玩具呢 他體積雖小但是呢 武藏卻俱全 以這麼小型的玩具來說呢 他基本上所應該有的形式呢 在Commander的這個class來說呢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看上去呢 完完全全不會讓人家感到 呃 過於的勉強或是 多餘 呃 講到多餘啊好像他這個 機上面這個武器啊 這一把劍跟一把炮呢 感覺這樣搭起來呢 好像會稍微有一點多餘 而在說明書的方式呢 他是要你說把它呢 擺在這個機翼下方 成為這種 哎呀 好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這個呢 反而真的是成為一種 一種 真的是 怎麼說呢 格格而且他媽的不入的感覺 OK 感覺上這個飛機呢 在空洞的時候呢 他的平衡呢 完完全全會失調 OK 分分鐘 墜機 不需要這個 博派把它打下來 他應該自己就會掉下來 所以呢 我不喜歡把這個武器呢 呃 架在這個 翅膀下面 這是為什麼呢 剛才呢 我是把它給 拔起來之後呢 這個刀呢 有個 小凸啊 而這個炮呢 兩邊各 各有個小凹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給 捅上去啊 接著呢 機身上面呢 有個 這個透明的這個 小凸呢 把它給卡進去 這是我剛才的一個作法 我們在哪裡 這是我剛才的作法 OK 但是呢 這個武器呢 的確的也是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為什麼呢 因為在 動畫裡面 Draway呢 在動畫裡面我倒是不記得他有沒有一把刀 但是呢 他絕對的有一 管啊 兩手去握著他的一個 炮啊 而這邊呢 是的 仍舊的也是把它給做出來 形式上面呢 也是非常 符合到動畫裡面的一個造型 OK 但是呢 說實在的 這個東西呢 如果說放在一旁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很容易把它給遺忘了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有很多的這個 Command the Class也好 這個 Cyberverse的小型玩具也好 他們這種 prime系列的來說 OK 他們這種小型塑膠的 塑料這個玩具呢 基本上 我在 擺到一旁之後呢 很容易忘記了 OK 是一個非常容易遺忘的一個 附屬品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看個人喜不喜歡 那 今天重點呢 則是在DRAWING上面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多餘的武器 我們暫時把它放旁邊 OK DRAWING呢 在各個方面來說呢 像我剛剛講過的 麻雀雖小 武藏卻俱全 他呢 絕對的 有去遵照到 動畫裡面 BG的形式 所應該有這個 形態 而在變成機器人之後呢 當然在稍後呢 會介紹到 他的一個 機器造型呢 是的 也完完全全的 盡量的 去 符合到 動畫裡面 機器人狂派這個 DRAWING的 應該有一個 造型 而他的 變身過程呢 則是 在個人來說呢 是的 仍舊的是一個 非常有 創意的一個造型 他的創意呢 不單單只是從 飛機 變到機器人 在中途的時候 是的 在中途的時候呢 是的 他呢 仍舊的 能夠擺出另外一種 意外的 一種 形態 這個是我在 當初把玩的時候呢 發現到說他的一個 比較 酷盡的一個 擺法 而是我 非常喜歡的擺法 是的 待會呢 在介紹玩具的時候呢 自然而然的 會跟大家去做 進一步的介紹 而這個玩具呢 在美國這邊呢 嚴格來說 可以說是 剛剛 出來 所以呢 老蕭我可以說是 非常幸運的 在 商店裡面呢 買到當時 在架上的 唯一 那麼 101架 OK 所以呢 在 今天我有一點點 稍微小 空襲的時候呢 我不禁就來 插個隊 什麼叫插隊呢 因為這個 小波高信兄 所贈送的這個 我暫時呢 只錄了第1大段 而第2大段呢 仍舊在這個 研究當中啊 所以呢 在還沒有介紹 Transformer Prize 這個 Voyager Class 1st edition的這個 Voyager Class 的情況下呢 是的 老蕭呢 則是先 優先的來 介紹這個 Commander Class Dreadwing OK 在這個 飛機的形態呢 老實說啦 老實說啦 不太容易啊 挑出他的缺點 你硬要說的話呢 基本上呢 有 兩個到三個 小缺點 第一呢 這是 雞頭 尾端 這個部位 這個地方呢 稍微的偏大 而且呢 他呢 並不是 與機身這邊呢 完完全全 密合的 所以呢 在這個 視覺上面來看的話呢 不禁的有一種 啊 這個 好像會有 風阻啊 這種感覺 在這個機頭 這個部位啊 第二個呢 則是在 他腳掌 腳踐的地方呢 在機尾的地方呢 沒辦法 左右的把它給 平放啊 一定是 一上 一下 OK 要不去這樣子 要不去這樣子 所以呢 它是成為這個 形態 OK 這個是一個 小小的缺點 儘管說啦 腳的部位呢 能夠跟機身呢 有個地方 在扣在一起 但是呢 扣完之後呢 他就成了一個 上一下子 這種 形態 這個呢 只是稍微可惜的一點 第三個呢 使得 他的一雙手臂呢 以及手掌 手指呢 活生生 硬生生的 表露在這個機身外面 自然的 讓他這個底盤來看呢 不免的會稍微感到 有點失調一點 但是呢 話說回來了 歷代的這個 並行金剛的玩具 特別是從 從電影系列開始之後的這個飛機的玩具呢 他們的底盤呢 不外乎的 會 暴露掉 不少的 機器的部位在底部啊 所以呢 這個呢 已經成為一個 預計般的 一個 一個 事情 所以呢 在這邊呢 提過就 刷了 OK 因為呢 飛機說實在的 任何飛機也好 實在也沒有太多的空間呢 讓你去隱瞞這個 這個機器的部位 我們呢 只能 期待以及希望說 他能夠盡量的去 減少 OK 完全避免呢 那是不可能的 OK 啊我打個比方來講啊 當初呢 我在介紹這一部黑色的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這個飛機呢 變成隻小狗 這個呢 他的底部呢 是的 則是我個人認為 比較成功的一個 OK 儘管說你能夠看到狗的胸膛 這個 一些小部位 但是呢 這個呢 是 飛機底部呢 算是 非常非常 成功的一個 而且呢 大小也差不多一致 OK 稍微大一點 OK 這隻小狗比你大 丟不丟臉 OK 不管 OK 所以呢 這家飛機呢 在各個方面來說呢 除了這個 雞頭 腳趾 腳尖 以及手掌的部位呢 已經乾脆說了 包括他這個 也說美腿 OK 在下面曝露 這個表露無遺之外呢 杯雞的本身呢 可以說是擁有這個 非常非常 漂亮的 架式 完全的 符合到動畫裡面的 所應該有的 形態了 這個前面呢 有個起落架在前面 這邊的圓圓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說這不是停停圈 OK 這是前面的輪子 但是呢 後面的輪子呢 則是沒有了 瘸帶子呢 則是 他腳掌前面的 應該說小腿下方的 這地方呢 有兩個小 凸起來的這個東西呢 則是 代替的 這個 後面輪子的地方 所以呢 他呈現這個 三個 定點 的一個 平放的一個形態 不經的呢 也是要給他稍微 鼓掌一下 OK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並不是 四個輪子 OK 啊 既然這樣呢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他的一個變身的過程吧 首先 第一條做事呢 是先把這個飛機拿起來之後呢 扳到底部來之後呢 把他的雙手臂呢 這小扣子呢 扳開 什麼叫扳開呢 這邊呢 手裡面有個小凸 這邊有個小凹 在裡面呢 是的 他可以扣緊 任何一個 飛機能夠扣緊呢 根本就是一個加分點 OK 把這個手臂 手臂的部位呢 兩邊扳開之後呢 我呢 暫時就把他給 彎下來 是的 這個時候呢 他成為一個有手的飛機 可愛吧 OK OK 接下來做事呢 則是把 腳後面啊 跟機身 的一個小扣子呢 把它給分開來 這個扣子呢 在這個地方 不清楚是不是 這個扣子的位置 只是在腳的這個地方 這個 凸起來這個部位 他扣的地方只是在機身 機尾翼下方的地方有個洞呢 是可以把它扣緊 OK 所以呢 手跟腳呢 在變成逼機的時候呢 都有一個扣緊的方式 接著呢兩邊呢 把他給 這扣子給拔 把它拔下之後呢 再把腳呢彎到 前面的方式來 OK 接著把腳掌呢 往上提起來 這個造型 OK 不用我說 相信大家都知道 OK 活像這個 超時空要塞裡面的這個 這個飛機呢 變成一個 半飛機 半機型的一個形態 這個形態呢 反而是我一個 非常喜歡的一個形態 為什麼呢 因為 它變成這種形態上呢 可以說是 一點的 都不勉強 而且呢 是像我講的 與這個 超時空要塞 的這個 變成這個 半飛機 半機型的形態呢 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 相似 雷同 OK 根本就是 一模一樣 你到底是不是 抄襲這個超時空要塞的 背機 OK 好 接下來呢 要做的是 把這個 連接腳 這個 跨下的部位呢 很巧妙的把它給 彎 180度 OK 彎過來之後呢 到這邊來 就這樣 180度 之後呢 把它往上推 扣緊 OK 扣緊 腳呢 到它應該的部位 接著呢 手放下來 再來呢 是把 雞頭的部位呢 整個對 應該說先把這兩旁呢 給扳出來之後呢 OK 雞頭 180度 下來 是的 這個臉的部位呢 就下來了 再把這個 護肩膀 OK 挑開之後呢 把它給 扣在一起 什麼叫扣呢 是的 這邊呢 又多了一個 小槓子 這邊呢 裡面有個洞 所以可以把它給扣在一起 再來把這個 胸膛這個部位呢 把它給壓下來 這裡呢 這個 這地方 壓下來 OK 放下來 接著呢 把它 站立的姿勢 給弄好 OK 好 Transformer Prime Commander Class Straight Wind的一個 變身過程呢 這是這麼簡單 但是呢 在個人眼裡呢 非常有 精實 精緻的這個 變身過程 那個 有創意的 一個變身過程 在我們眼前 呈現了 出來了 他的整體的造型呢 無疑的 有 這個 動畫裡面的 一個 整個 立體的 造型 不管是 身軀啊 後面的 機翼啊 這個各個方面 他都有 呈現了 遵照著 動畫裡面的 形態 所以呢 在這個小型的玩具上面呢 個人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 滿意 而他呢 在各個方面呢 應該說 細節上面呢 基本上也一點的都不馬虎 因為呢 我刺人活態 我還特別上了這個Google呢 去把他的 圖片給叫出來 稍微 對比了一下 相似度呢 可以說是 非常非常的高的 他的活動空間呢 來我們來研究一下啦 活動空間呢 可以說是有點可憐了 OK 因為這個 護肩的關係呢 他的手呢 儘管說能夠360度 第一 會被護肩擋到 第二 會被這個後面 翅膀給擋到 所以呢 儘管說是360度 因為他是 球形關節 但是呢 只能彎到這邊來 OK 手足這邊呢 人就是一個 球形關節 所以呢 他也能夠擺出 各個這種 骨折的角度 都可以 OK 頭呢 奇怪了 這個頭呢 根本是能夠 設計到一個 他能轉動的 一個造型 為什麼偏偏在 設計上面呢 不讓他能夠轉動呢 實在是 讓人感到不解的 一個地方 OK 這個腰部 是啦 他絕對是不能動的 我知道呢 我當初在介紹這個 Ratchet的時候呢 我當初說他的腰部是不能動 其實呢 腰是能動的 OK 這個呢 代表說老蕭的 介紹的 應該說 在研究玩具方面呢 不夠 仔細 OK 但是呢 就以我們眼前這一部 Draven來說呢 他的腰呢 則是 真的 不能動 如果能動的話呢 表示說完全被我弄壞啦 OK 好 腳的部分呢 是的 啊 大腿內側的 這是一個球形 但是呢 膝蓋呢 則是一個釘子 OK所以呢 他就是 呃 腳呢 能夠擺任何的角度 OK 開始鬆了 可能我 到時候還要再拿一些膠呢 把它給塗一塗 增加這個球形的厚度 OK 所以我看看他能不能擺出一個 求婚的跪姿好不好 不像求婚的跪姿反正像是 戰傷後之後的一個一個 吐血 OK 這個形態所以呢 他的這個腳的靈活靈活度呢 稍微欠缺喔 應該來說 各個關節能動 並不代表說機器人的靈活度 也是 呃 乘於 正比 OK 很多時候呢 儘管說能動 OK但是呢 他所能夠擺出的活動空間呢 依然呢 是非常的有限 OK 就因為他 去掉說各個 呃 手或腳的地方有關節活動量 但是呢 你要再考慮到說 其他的身體的部位 身去的部位 其他的這個 地方是不是有阻礙到 所以呢 以這個 設計來說呢 儘管說好像很多活動空間 但是呢 呃 還是稍微的喔 會有一點讓人家感到稍微可惜 OK 這個 OK 他的武器 OK 他的武器呢 是的 在動畫裡面呢 象徵了這個Dragon的這個武器呢 就是這款 炮 OK 這個炮呢 是的有個小握把 OK 自然而然可以握到他 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一個 張開式的一個手臂上面了 OK 然後呢 再讓他去 頂著這把炮 咚咚咚咚咚咚 OK 像我講的 如果說 他的頭能夠轉彎的話呢 將會有一種非常完美的這種擺設方式 他能夠隨著炮的方向呢 呃 像我講的 動畫裡面呢 我倒是不記得他有沒有一把刀的一個武器 OK 所以呢 是的 你們不要再叫我說去看啦 沒那麼多時間的 奇怪 你們OK 啊 而這個武器呢 如果說你不要在 機械形態握著 呃 握著的話呢 他存放的方式呢 有兩個地方 第一呢 這是很蠢的 啊 非常蠢的把他給 架在啊 這個 翅膀上面 啊 格格而且他媽的不是我OK 如果說你不要把他架在外面的話呢 是的 我剛剛呢 奇怪了 講這個啊 這個手臂上面還有個洞 似似乎的你也可以把他給掛在這個手上也可以 如果你要的話 所以他 有孔就插 但是對了 OK啊 你看 OK 他也可以 也可以把他在兩手臂這個孔上面OK 好 那不管那個重點是 我 則是會希望說 喜歡說把這個武器呢 架在這個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 啊 當初在這個 啊 飛機的形態的時候呢 架在這個頂上 為什麼歪掉你再問是不是啊 因為呢 這個小灰色的部位呢 會因為變形的關係呢 突了出來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啊 吐了起來 啊 這樣還可以 啊 像頂刀 不管了 OK啊 然後這個呢 把它給弄上去 OK 所以呢 他呢 就成了一個 有存放武器的一個形態在後面了 OK 恩 而若是把他呢 拿來跟其他這個 Commander Class 啊 OK OK 我手邊的Commander Class 目前呢 只有兩支 OK 好啦 先把它呢 跟他的這個 領導者 這個 Megatron 來做比較的話呢 是的 他的身高呢 只是比Megatron的稍微 矮小了一點 好像在動畫裡面呢 他的高度呢 呃也是 成這麼一個 正比的 OK 若是拿出另外一個 這個 呃 博派啊 的這個 應該說他的 死對頭吧 OK Polket 來比較的話呢 是的 他們的高度呢 的頓時間呢 成了一個 恩 幾乎一樣 高的一個 形態 OK Transformer Prime的這個 這個 呃 故事我看到是 這個Dragon呢 被這個 刀疤鼻呢 給抓走了 OK 正在解剖他的時候呢 博派的這個 Bolket呢 跑去救他 救了他之後呢 後來怎麼了 我 我沒再跟下去 這個是我最後呢 看到一個 情景 可以說 所以他們 可以說是一個 呃 又愛又恨的 死對頭 OK 恩 互相擁抱一下啊 OK好 非常好 OK 所以呢 整體而言呢 Dragon呢 在Community Class裡面呢 他則是呈現了一個 再一次的 讓老效果呢 感到 非常 滿意的一個機器人 就因為說 在玩具設計上面呢 他們仍舊的去照顧到說 在飛機的形態 機器人的形態 以及特別的是一個 變身的形態呢 都完完全全照顧到 而沒有讓 小型的玩具呢 失去他們應該有一些特色 反而的 去加深 他對人們的一個印象 所以呢 這一款的玩具呢 以Community Class 他才說呢 絕對的是我會去建議大家呢 去搜購 去搜集的一個小型系列的玩具 原因有兩點 第一就是我剛講的 變形啊 的過程 機器人啊 飛機形態呢 達到非常 令人感到滿意的形態 以及第二呢 他的價格 畢竟不貴 因為呢 他們是一個 Community Class 在美國這邊的美金 大概是 九塊 九毛九 是不是啊 大概是 十塊錢美金的價格 OK 所以呢 並不是一個需要 大量的褲子呢 也有能力 去購買的一個玩具了 只是不知道說這個呢 在台灣 香港 東南亞 大陸 是否已經開始 出售了呢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Prime Commander Class Dreadwing Yao Gold 集合 烈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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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